大家好 我是巧克力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全聯全品項20樣的板級現烤麵包 那它全品項呢 都是均一價30塊 那它有時候 晚上的時候 因為沒有賣完的話 就不能再賣了嘛 然後所以晚上會有優惠 4個100塊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試吃看看 哪一款的麵包是最好吃的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別忘了訂閱關注我們youtube頻道 並且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喔 那我們的影片就開始囉 第一樣呢 是青醬黑橄欖 它上面就是有一些美乃滋 然後還有一長條的火腿 它中間有一些橄欖的片 它這個麵包吃起來特別的鬆軟 然後它上面的火腿還蠻香的 然後搭配美乃滋 有點甜甜的吃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它裡面有加一些橄欖片 就是它有一點橄欖的香氣 還蠻好吃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第二樣呢 是熱狗麵包 它這個單吃麵包有點太乾 但是它的熱狗的味道很像是那種 Saven和全家賣的那種熱狗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第三樣呢 是咖啡糖霜丹麥 它這個吃下去瘋狂的掉那個糖霜下來 因為它糖霜的味道 咖啡超重 可是它糖霜這樣子蠻甜的 跟那個麵包搭起來有點不搭我覺得 但是它丹麥是好吃的 蠻酥的那種丹麥 那這個評分我會給6分 第四個呢 是香蔥肉鬆 四圈都有包肉鬆 它吃起來肉鬆是香的 然後它上面肉鬆會 就是有美乃滋然後再黏肉鬆上去 所以它吃起來也不會到非常的乾 然後有一點蔥香氣但是不會到很重 所以我單次裡面的麵包應該是會蠻乾的 但是味道上我是覺得好吃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第五樣呢 是北海道牛乳手勢包 這看起來就是那種一般的麵包 欸 好特別喔 它裡面居然有包牛奶的鮮奶油耶 超乾的 其實我目前吃起來最乾的一個 裡面的牛奶鮮奶油的部分 我是覺得是很香還蠻好吃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6分 第六樣呢 是菠蘿奶酥麵包 它中間的奶酥餡看起來沒有包很多 這個吃起來比剛剛那個手撕包還要乾 中間的奶酥味道沒有很重 都基本上都是它菠蘿的味道比較重 我覺得比較沒有奶酥的味道 我不懂它是叫做奶酥菠蘿麵包 可是沒有奶酥的味道是怎麼樣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5分 第七個呢 是丹麥菠蘿 它就是丹麥麵包然後上面有菠蘿這樣 它這種吃起來比較像是越嚼越香 但是它一整體來說的話 裡面沒有包餡所以比較沒有味道 就是很像單吃那種吐司啊還是什麼的那種 越嚼越香的味道 不會說不好吃也不會到很乾 我覺得是還行 但是就是可能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有包餡的嘛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第八個呢 是起司麵包 它這也是完全裡面都沒有包 它這個吃起來呢都是單靠起司 鹹香鹹香的感覺而已 它其實就是普通的那種起司麵包 一點點微微的起司的味道 香香的這樣子而已 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第九樣呢是起司燒 它這個跟剛剛那個起司麵包不一樣 它裡面有包起司的內餡 它內餡部分有包起司 正真說這個其實看起來蠻普通的 但是超好吃耶 它中間的起司還蠻濕潤的 然後整體吃起來完全不會乾 然後上面那種起司鹹香鹹香的感覺 不會完全沒有味道的那一種 就是它你吃一口之後 會想要再繼續吃下一口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9分 第十樣呢是雙起司麵包 它這個跟剛剛那個起司麵包差在 剛剛那個起司麵包是上面只有一層起司 它這個呢是雙起司的部分 是意思是它上面除了起司之外 它中間還有一些起司的乳酪塊在這邊 我覺得跟剛剛那個起司麵包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我都是一樣價錢 會買雙起司麵包 它裡面的起司那種乳酪塊 吃起來還蠻鹹香的 我覺得味道上還算重 我覺得是好吃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第十一樣呢是蔓越莓麵包 它裡面有很多的蔓越莓乾 然後最中間呢有一點乳酪餡在裡面 它這一款的麵包外皮的部分比較硬 它這樣吃起來有點像是外面賣的那種養生麵包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結果它裡面有包一些這樣乳酪餡這樣 我覺得吃起來還蠻香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第十二樣呢是蜂蜜年輪麵包 這一款也是超乾 它上面只有微微超淡的那種蜂蜜的香氣 我覺得吃起來蠻普通的耶 這個評分我會給5分 第十三樣呢是老鷹紅豆黃罐麵包 它其實就是內圈的部分有包一些的紅豆顆粒 這個蠻意外的是 看起來蠻乾的 其實它蠻濕潤的 然後它紅豆的顆粒這樣吃起來其實還蠻香的耶 不會到不好吃 因為我之前好像有曾經之後買過這種 然後之前吃起來就還好 但我今天吃起來我就覺得 好像比其他的麵包某一些都還要好吃 那這一款的話我會給7分 第十四樣呢是老鷹紅豆麵包 它中間呢就是有很多的紅豆泥 它這個紅豆內餡吃起來蠻甜的耶 大概有8分甜左右 就是比一般的這種甜點的來說的話還要甜一點 但是它裡面的紅豆餡算是蠻多的 然後它的麵包吃起來不會到很乾 可能是因為紅豆蠻濕潤的吧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5分 第十五樣呢是芋頭丹麥麵包 它裡面的芋頭餡還蠻香的耶 然後它芋頭餡給很多 它中間的芋頭餡真的超多 而且它的芋頭味超濃 它的芋頭是很綿密的那種芋頭的感覺 我覺得它跟外面的芋頭麵包比起來也蠻好吃的耶 搞不好還比外面芋頭麵包還要好吃 它中間的芋頭餡那個味道真的是超加分的 那這一款的話我會給9分 第十六樣呢是大甲芋頭麵包 它除了有包芋泥餡之外 連麵包都是芋頭口味的 但是它的餡沒有比剛剛那個芋頭餡還要多 和剛剛那個芋頭麵包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剛剛那一款比較好吃 這一款的芋頭的味道沒有剛剛那個那麼香 然後它的麵包外皮的部分比較乾 雖然那一款也沒有到很濕潤 但是比起來的話這一款又更乾了一點 如果說只能買一種的話 我可能會買剛剛那個芋頭麵包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第十七樣呢是閃電泡芋 哇賽它裡面有包那個耶 卡士達醬和鮮奶油耶 以30塊來說它這個閃電泡芋的味道上 其實我是覺得還算可以的 雖然說整體吃起來還是有一點乾 我覺得30塊價格來說是我覺得還可以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第十八樣呢是三星蔥麵包 它裡面蔥很多耶 其實我認真講 如果敢吃蔥的話一定會覺得這個很好吃 它麵包吃起來不會很乾很濕潤 然後它蔥味道又超香的 這款的話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回購耶 那這款的話評分我會給9分 第十九樣呢是青醬培根小吐司 結果它的培根是那種 一小塊一小塊一點點那種 我以為是那種很長條的培根 它吃進去它培根的香氣蠻香的 然後它青醬是雖然沒有味道很重 但是有淡淡的青醬香氣 它吃起來也是濕潤的 我覺得是OK 但是它培根的部分我真的覺得 醬量來說還算蠻少的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8分 這次最後一樣也是第二十樣的豐糖大丹麥 它這個賣的時候 它的包裝還跟人家不一樣 它是有專門的那種透明的丹麥用的包裝 它上面豐糖吃起來微微的甜甜的 然後它吃起來香氣也蠻香的 但是整體吃起來也還是蠻乾的 有點麵包過硬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豐糖可以再多一點 我覺得會更好吃 那這個評分的話我會給7分 那我們今天吃完呢 其實我們這些都是沒有再回烤 那如果你們在家平常有在買的話 可以烤過之後再吃 會更好吃 那我覺得它的全聯麵包吃起來不會到 不好吃 但是整體來說我覺得有點偏乾 那如果說平常方便 然後它價格又蠻便宜的話 其實當早餐吃是也還行 那我們今天呢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訂閱關注我們 並且開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